Hello 大家好 有少少時間跟大家分享 少少STM的故事 就是325和450 是怎樣的 今天我拿了450 和325 出來給大家 非常重要 黑色 我們最最喜歡的就是黑色 待會再告訴你 顏色的重要性 今天我的客人 是非常Smart的 我們做Coach 永遠都是同學生 在學生學習 然後是一個Cycle Coach是要學習的 大家一起學習 是非常重要的 我上次分享了450的故事 就是因為我當初 做STM 是Shadow Tennis Movement Training 揮動 的 訓練 可以令你打球 才會進步的 例如 這塊450是重的 不是我來打球的 所以如果有些人 告訴你拿塊 跑來打球 它會有些 misunderstood 或是錯誤 多數 錯誤多些 最多的時間 是 最容易 例如 始終 或者有些朋友 是不打網球的 他們最容易 有時候 有時候 打得太多球 麻木了 包括我在內 大家都會 有時候麻木了 然後 你會覺得 原來是這樣的 我有很多客人 見過 他最早知道 450 很重的 我說是呀 有些人不打球 450 OK 我說 你認識嗎 他說 不是的 你這麼重 可以做健身 你練完之後 拿一塊輕的 很簡單 有些不懂網球的人 更容易明白 有些打網球 打得很 level 不要緊 這是正常的 因為有時候 我們中文 就叫麻木了 有時候 study 溫習 我都 算是一個讀書人 讀讀讀讀書 有時候 要take a step away from你讀書 因為你麻木了 大家同意 他就說 agree OK 寫同意 Anyway 就是這樣 這個450的概念 就是幫助大家 可以 swing 揮動技術 讓我做個例子 今天我在後面 對 背後 這個是一個很基本的 4 step OK 我們每次要停 停啊 各位朋友 停啊 因為你不停不慢 下來不停 你不清楚位置 有些朋友 背後 這個位 其實是too much 錯的 too much ok 有時候背後 朋友在這裡 會不會太少了 ok the best way 就是好像以前 有些師傅說 好像拔劍一樣 這個位置 這樣拉出來 Inside Outside 然後上 有些朋友一上 他們會 open 這樣 open 就變成 可能少了些top spin power就大了 如果你想達到很重的top spin 你的肩膀會保持 如果你不慢下來 或者停 你是感受不到這件事 所以 STM第一個stage 的訓練 是慢 之後 你就把那些stage 放在一起 這些步驟放在一起 你看到呢 我剛才在動的速度 是慢 不過呢 它的速度 是沒有加速的 這個是 一個flow constant flow 再厲害了 你可以 accelerate flow 就是慢慢快 當年 你advanced了之後 你可以做多些steps 例如4 unit turn step up 打 或者你可以做些 supernation 很多朋友說pronation 但是supernation 就是 調轉方向的 很少人說supernation 這個就是我本STM書 會解釋出來的 為什麼inside outside 為什麼那些dance 不要太overly rotate 那就是呢 第一本書 在這裡後面 這本 上次有解釋過 我們可以refer到上次的 那今天呢 我上次答應了 我的各位朋友 就說這個 我們有一本書 是講解 講解一個 我剪輯的 這些是不同的 interv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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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你揮的速度 最後呢 這個 你那些 一節的 是一個 interval training 來的 OK 其實 簡單來說就是 顏色 代表你的 不同的速度 高低 代表你的 不同的重量 就是說 我們的系列裡面 今天沒有拿出來 我們有 350 375 48 425 425 425 5塊棒 你可以用不同的速度 和不同的重量 去做你的揮動技術 好 當你做多了這些訓練 因為你用重拍 做嘛 用系列的計劃 去做 這是那個swing book 各位朋友 那你就會可以 拿回你 之前輕的那塊拍 可能是你自己的一塊 可能我們的 325 就變成你一揮下去 你真的打球了 這次 就變成 那球呢 就會去得厲害 因為你已經懂得 swing stronger and swing more with power 如果大家明白我說什麼 就給我一個yes 這個呢 就是 想clear up 對STM 的誤解 可以幫助朋友解釋 小弟子要做多些explanation 那我不介意做的 就是要很多朋友 去open mind 因為STM 是一個新的東西出來 是一個innovation 所以跟之前是不同的 因為都沒有人寫過一本 關於shadow tennis 我們不是shadow tennis shadow tennis 就是揮動 揮動是沒有想法的 我們是有systematic的 有thought behind the process 因為很多朋友 剛才跟大家分享 慢 順 就是flow slow flow breathing 還有visualization 就是你想和打 是一致的 剛才例如說 你揮動一塊450 你不放鬆 是很難做的 那 顏色呢 顏色為什麼是白色呢 因為小弟子小時候 很濃的時候 撿到一塊棒 沒有人要的 我撿了它 然後我放了很多圓 在上面 以前沒有什麼 現在我們製造自己的球拍 以前我就是貼圓上去 今天做重的一塊棒 然後去練 之後我回到出去 我打的serve 是厲害很多的 那塊棒是白色的 另一件事 跟大家分享 就是 我看到那個 student的swing pattern swing shape 這就是我們 是一個 網球教學上的 東西 所以 幫到很多coachers 去coach 包括我自己 在內 有學生 揮的時候 他用一塊白色去揮 我看到整個swing speed more clearly than any other color 那是為什麼是白色 但是很多朋友 喜歡要打 馬上打 我們就製造325 而且他們喜歡黑色 所以就是要自己的黑色 在下面的描述 大家可以看看 這段時間 希望大家可以在家裡 或者在一個 避免的地方 都可以做到揮動的技術 等你回到出去 順一條好汗 你就會更強 然後有一塊棒 325 可以打 這塊棒 我全部的棒 都是100%的 100% 我們穿 都會穿 Celenco Tour 都會為大家 越幼越好 因為為什麼呢 會幫助你 感覺到spin 平時 大家都知道 我是教很重spin 你想學flat 你不要找我 坦白說 打flat 外面有很多 很厲害的教練 都可以打架 但我是專門教topspin 我也是OK的 看看每位客人 想要什麼 topspin 最近很多 pros都用很多spin 例如St.Nadal 有很多 和spin有關 大家都是值得去學習的 而且大家要思考一下 你每個星期 有沒有有空 抽到三四個小時去練球 可能 每一天 可以抽到三四個小時去練球 很難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 嘔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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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定要練 你才能達到 這就是我和各位分享的事情 或者你很有天分 你一個星期練一個小時 可能會有 我希望你好運 我也希望你最好 這就是 St.Nadal St.Nadal 是一個揮動的訓練 不同的速度 不同的重量 不同的工具 等你做完系統之後 等你花一塊打球 會進步 很多時候 我朋友在用我們 三二五 這塊是100% graphite 好嗎? 那麼 這個 隔壁這本大東西 就是教大家 怎樣去保持你的軟體 用同一個工具 不用特別去買多一個工具 都是用一塊四五 四五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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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強調你的軟體 近一點 你有沒有發現近一點 近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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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我的秘密 所以這就是 是有一個優勢 你去放手出去 做多一點這個動作 就是 Internal External Rotation 你試試拿一塊四五零 做這個動作 強調你的肌肉和肌肉 一個工具 一個工具 有不同的訓練方法 的朋友 但是 不是我來打球的 所以如果你外面聽到 不同的 crazy 的事情 可能是從一些 不太經驗的人 可能是很經驗的人 不理會 不是 the right way to use this tool 這個 tool 是有很多 innovative 的方法去用 但是 立即拿去打 是 not the right way 希望這個 story 這個分享 可以 clear up 很多 misconception 關於我們STM 的training球拍 是一塊訓練球拍 訓練racket 訓練system 網球的力量訓練system 那你的joints 為什麼 Henry 為什麼我不拿一塊瓦鈴 人家說 人家不懂網球 很多人都說 他是網球拍 來的 那他像網球 那 這些 beginners 和不懂網球的人 都答到這個問題了 大家都可以明白到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 concept we made it made it possible but now 真是一塊球拍 OK 其實我還有兩個大兄弟 沒有帶過來 500 和475 不過呢 我們這個 package 是讓大家入門試試 450 這個就是非常非常好玩的 而且非常有利 尤其是那個serve 尤其是那個serve 對吧 尤其是那個serve 送一個提示給大家 就是三隻手指可以拿著 again 你不是用來打 是不是 這個是很traditional的training 好像以前 很多players 都是go through 一個swing 一個smooth continuous swing 來 generate 一個smooth power 一塊450 只是可以幫到你 magnify到你的 learning curve 好嗎 這就是我們大家sharing 希望可以幫到大家 當然 我們的system 再重複是只是幫到 open minded 還有willing to 用時間 invest在自己的人 還有 願意接受 innovation innovation 當然 好像很多innovative的事情 你不明白它 你覺得可能是 很crazy 很strange 但當你明白之後 原來是省你時間 省你 effort 省你心機 令 result 逐更加 accelerate OK 希望可以幫到更多朋友 多謝大家的收看 此時再和大家分享 現在我們準備去教我的class 然後手機就是沒有電了 請你發揮一些feedback 給我 或者有些什麼我們可以做得好些 我們always open minded 去找些好些方法去幫大家 just like Andre Gomes Henry 你沒有改到任何東西 關於tennis 你只是改到 message is being said the way that it's being delivered 這個就是 exactly 他講對的東西 Andres Gomes 19900 French Open Champion 我很幸運地 找到他的意見 關於STM 他真的非常好 給我一個祝福 希望我都可以幫到大家 請你share 你的朋友 希望我可以幫到他們 或者 甚至可以進步他的網球 thank you 待會兒再談 bye bye